我的爱情宣言是 一生奔波少过他 全程许你安个家 现在就好 你好 老大哥好 今天这个装束很特别 老王我忽然发现 他这个头上这叫什么 头巾吗 这个是最新流行的魔术头巾 魔术头巾特别适合你 你只要戴上 就感觉不出来 你头发那么少了 没有 我怕我戴上之后 大家都会以为 我早上洗完头 把毛巾往拿下来了 这个不能王哥 好 来看场上16个姑娘 看看对谁的感觉最好 好 场上16个姑娘 觉得小伙子表现怎么样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请选择 那小伙子 接下来根据你的感觉 最爽灭一盏灯 你勇气可真棒 我都没灭你 你过来就灭我 你又驾驭不了你这种类型的人 其实我也不喜欢 其实我也不喜欢娘娘强的爷们儿 我都挺着呢 你看啥你 其实 其实我挺爷们儿的 只是你没看出来而已 是呀 其实我也挺娘的 你也没看出来 不一样吗 其余节目我都在看 从来没见过你特别女人过 一天天你跟谁俩呢 这回我见识过了 有没有感觉啊 兄弟 事实证明 我们男人是否爷们儿 取决于女人有多温柔 女人都温柔了 咱男人自然爷们儿了 是不是啊 太对了 老王大哥 毕姐 他说你不温柔呢 王哥 你说我呢 是吗 你别冲我来刚才那一下子啊 不是 我不冲你来刚才那一下 你说谁呢 你说 你说谁呢 你说谁呢 你跟谁俩你说 你能再来一点吗 再来一点 来 怎么的呢 我没说你 我说你嫂子呢 来看小伙子第一个短片 一起来看 大家好 我叫张松 今年28岁 来自龙岸县 刚刚从天津回来 之前在上海做了两年的调酒师 每天在酒吧见到形形色色的人 听到太多的悲欢离合的故事 我觉得人生就像一杯鸡尾酒 出品到最后远远都不知道它是什么鸡尾 以前我是一名背包客 想要去哪里 马上辞职背上行李包就出发 我走过四十多个城市 我还是一个疯狂的吃货 为了吃一碗正宗的马拉汤 特意跑到成庆 为了吃正宗的过桥米线 跑到云南 甚至还用一个月的时间 把门京的小吃街从头吃到尾 我平时可以进入到冥想的状态 打坐一个上午一动不动 甚至有寺院的师傅劝我出家 说了三个多小时我都没有同意 我这么多年一直在外面奔波 甚至一年两年都不回趟家 现在父母的年纪越来越大 我觉得我自己现在应该 对这个家负责任了 就这么一点光亮 能不能穿透你的迷茫 怀疑和犯罪的目光 你还愿不愿意去闯 所以今天我鼓足勇气来到这里 想找到一个属于我的你 和你一起创造我们共同的家 我模糊糊的前方 你还敢不敢 12号 志玲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以后又是结婚了 能不能为了吃完麻烤瘤 弄楼远呢 这个已经去过了 再也不想去尝试了 不是 就是比如说不是那儿了 就是你听说别的地方又有好吃的麻烤了 别的东西了 你还能不能干这事了 这个以后不能了 我估计你这玩心害得有啊 那以后还有我比这还好玩的再走呢 志玲专心的也是这一点 带走也走不动了 小老大 谁还能走动了 国内的你是玩够了 万一哪天你看着什么意大利面条 德国烤肠 不容易烤肉啥呢 那就麻烦了 那个太远了去不了 你就相信王哥说的话 他作为男人 他能说出这句话 就是代表你们男人的心声 是不是王哥 男人的心声并不在于此 男人的心声在于 他走过四十多个城市之后才发现 家应该安在长春 应该在老家落脚了 是吧